那我還是想不想想要再拿通話拿通手 這一陣子看技術文件的一個想法 然後我把那個他的技術文件稍微點示一下給大家看 那首先他是什麼 他其實是西菲拉坎女裝的E-PART 然後他用於議會立法案司法 還有各種公報的FM的標準格式 然後原來他是一個強化非洲議會資訊系統計劃之地的 然後美國的幾個曼卡蘭、巴西的一些標準其實都跟他相容這樣子 然後2014年英國的國家檔案館把他們立法就是找他打通話拿通手 那有誰在用這東西主要是像歐洲議會 英國國家檔案館、美國眾議院都在用 那SELIT他背後其實也是用通話拿通手那處 那他可以用在法律行政命令 然後修正動議、會議紀錄、裁判包含失法任何判決跟裁定 文件會議紀錄、陳述、公報、文件紀錄這些都可以 那他節目其實長這個樣子 就是說他有一些共同的檢控 首先他最開頭他會是一個MetaData的部分 那MetaData的部分其實他包含這個文件 他大概是屬於哪個種類 然後他的網路就是說 這個文件他經過哪些程序才跑到現在做的文件 這個文件從發布到之後 經過了多少修改 然後接下來他會有一個比較偏 每個文件自己的一個封面 比如說一個Cover Page 然後他會有一個 Preface 跟 Page 的部分 他這個東西就是文件的前眼或者是標題的部份 那這個地方是前眼的部份 然後他在接下來他會有一個Main Content 那Main Content的話主要有分 像你把他就會用 Body 然後給Defend Recall 就是辯論的紀錄或者會議紀錄 他就用Defend Body 那像是Han Hat Han決就是 Judgment Party 然後其他的像Man Body 是給其他的文件 然後Amanded Body 是給其他的修正動力 然後後面這個就可以收集 各種文件的集合 然後最後他會有一個 Conclusion 就是這個文件的一個結論 那你文件隨時都可以加 Sorry or Note 就是說我作者想要給他加什麼東西進去給他加 那以及Attachment就是復健 那裡面可以隨機有機的加入一些Component 就是一些元件的 那他以探決書文件 他大概會像分成這樣 就是一個Unclimate的方式 接下來還有一個Judgment 然後Meta裡面有Identification 然後LifeCycle Walkflow Analysis Methods 跟Node 那Node是可選的 那Identification 他其實是這個文件 在FRBR輸入分類裡面的位置是誰 然後LifeCycle主要是說這個 這個文件他或這份這個東西 比如說明法或者是 或者是刑法 它以前或往什麼時候發布 然後經過了幾次的修改 那Walkflow就是說這個版本 它在我們實體的程序裡面 它是在哪個地方 比如說它是一讀了 二讀了三讀了 還是總統符發布了 那Reference就是說這個東西 它跟哪些東西是相關的 那Note就是自己加了一些東西 那接下來會有一個Header 它可能就是放標題跟前面 最後就是有一個JudgmentBody 然後分成四個選項 然後再一個Ctrl 那其他的話就是 把這個JudgmentBody 換成其他的東西 那基本上 就是裡面就是放 類似像HTML的東西就可以 那所謂Identification 它其實是 用FRBR的模型來做分類 它有一個Walk Expression跟Festation 還有Identification 那這些東西的差異呢 其實大概就像這樣 就是 舉例來說呢 我們都知道 悲談世界它原來是一本小說 它就是一個Walk 那這個小說 它可能有各種不同的語言 翻譯版本 所以它可能有英文版 有話語版 有中文版 有各種各種的版本 這是一個Expression 那這個東西 它之後它不會出版以後 它可能是出版成PDF 或者是一個SNL 所以它是Manifest的Pretion 然後 然後當你可能會拿到 買到一個輸入 然後別人可能也買到一個 這就是不同的iPhone 所以它藉用這個方式 把一個作品分成四個程度 那一般我們會處理的 Automana 或是大部分都是到 你們的配選這個地方 它主要是 一個文件的 某個語言的版本 叫一個Exp 那 它長起來大概就會長得像這個樣子 那這個地方 它會用一個 UI的方式 來告訴你 它這個文件它大概是什麼樣子 比如說這個地方 它是AK的屠下 Automana Postle屠下的 UI 這個是聯合國 聯合國的APP 然後它是在2011年 11月20號 發布 然後文件配號是7 然後 它主要的版本 這樣子 那 然後基本上就是會像什麼樣子 然後這個是Expression Expression的話 它會在這個地方文件之後 它就會加一個語言的版本 那我們中文的話 是CHI Chinese 然後 2013 12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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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是 它這邊還會再多加 它應該是某一個選項 好 好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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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它其實是可以插一個Preservation 那 Preservation它其實會有更細緻的一些 一些 一些資料在裡面 那 Publication它會說這個東西是什麼時候發布的 然後 是誰發布 那 classification 這個是 放線keyword 比如說這個文件它的keyword可能跟什麼東西是相關的 Lifecycle的話 就是說這個文件 它 之前 曾經有拿幾百元 它第一個 這個是generation 它就是 產生 am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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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 social 那 等一下如果大家不太了解的話 因為我有轉換名法 等一下我可以把名法拉算給大家參考 不過 Flow就是這個文件 它大概是在什麼樣的階段 比如說 這裡它的軍座 它是在First Reading 它在一堆 然後 這個是二堆 我現在是說 它現在是在這個State analyze 這個分析 它其實有很多的不同的 統項包含這個文件 像這個就是說 這個文件它是主動修改 比如說它如果是修正公司 它會主動修改其他東西 可是如果說今天它這個東西是被修改的 它就是開始 hortification 然後它會有一些 restriction 然後這個judicial它可能通常是用在 呃 比如說是司法的判決裡面 然後它就會告訴你說 這個判決的決定是什麼 這樣子 那 那像judicial這個東西 它的可能性 就像是 拼鳴就是 被 夥毀 然後dismiss 後的就是上述為職 然後rever就是撤毀 還什麼 那它其實有各種不同的 citation 這地方就是 對這個證據你去支持 還是supply 還是instate 還是history 這樣子 行 實際好像 好像在講下去 那我輕快跳過去 note這個東西是可以自己 自由增添的 就是不受那個文鍵的限制 那reference它主要是 不用是ontology 它的曲其實是 哲選的一個分題論 它的想法概念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都知道 一個人是人 但我們怎麼知道這個人是人 因為我們對人這個形象是因為一個概念 所以你就可以 reference 到這個概念 然後就把這個概念串起來 那舉例來說呢 像是哺乳動物他是一種動物 然後鯨魚他也是哺乳動物 熊是哺乳動物 那這個每個概念其實都是一個 approach 那他裡面有一些推薦的 approach 寫法比如說是 KM.John Smith 1964 他就是說這是一個 John Smith 這個人 然後他是一個橫亞的公民 然後他是生在1964年 1220年 然後像這個就是肯達的議會 然後這個就是你可以輸出 Wikipedia裡面的一些東西 比如說 Wikipedia裡面的總統的選舉 或者是 Wikipedia裡面的Web Hub 這樣子然後這個是Event 像是二次世界大戰 以及Location他是比如說 台北台南走的 那Process 例子還有弱 就是比如說這個人是假官的 或者是立法者或者是 或者是法官之類的 然後這個就是他的一個協議 這樣子 那他的reference其實有非常多樣 那其實 這邊reference除了這個以外 還可以去reference到其他東西 那舉例來說其實前面已經有講到 FBR書目的分類標準 那就可以用這個東西去reference到 其他的文件 這樣子 那排感相關的東西 比如說他其實有一個東西很要求 叫EID 那EID是美國界每個段落都要有一個 可以定位的EID 這樣當你在修改文件 或者修改其他法案的時候 你就可以定位到那個EID 那如果Expression的EID跟Walk 如果經過修改他可能 條目變換了 那就要加上跟Walk 和EID相同WID 那舉例來說像這一個 section 他就會叫做section2 然後 這個地方 他可能變 他就會叫做art2 但是他的WID section會在一起 那這邊的話 他的一個 命名方式就是前面有一個prefix 然後一個element 然後一個底線一個number 那等一下我又跟大家解釋 這樣 然後他有各種不同的縮寫 就是Expression的Element 他在裡面的ElementRAM 大概要縮寫成什麼樣子 然後他會使用IRI Reference 來連結到其他的Walk 比如說像是這樣子 就是前面的那個 法幣來的書籠 那個方式可以令到那個 文件上面去 那他的結構大概會像這個樣子 就是 他是哪個 哪個單位 像那個是演和國 然後這是connection 然後他publication 是發佈的東西 然後他是哪個組織 什麼日期 還有文件的列號是什麼 那他其實可以有一個服務 來幫你提供那種文件的 統一的控管跟查詢 然後 這邊就 這邊是修正 修正的一個方式 舉例來說像這個 就是告訴我們說 他修正方式是repeal 我有點忘記repeal是什麼 然後他的source是從這個地方 從文件裡面的mod 1 然後修正到的地方是 AKN這個文件裡面的art16 然後他old reference是 mod 1的qtab11 這樣子 那像這個就是另外的substitution 然後也是一樣source destine 然後old的是什麼 就是把它替換成 沒有的是什麼 然後這個地方就是 有更多的其實 像這個是insert 他告訴你說 我的source是什麼 然後 我的目標是什麼 然後我老的東西是什麼 我要替換成新的是什麼 然後他可以顯示出文 就是像是the previous assignment insert the new text contain in qtab2 into the art 然後16 before the 想一下 那這個是就是把東西再插 放進去這樣 加上一個大段 這樣 destiny 然後再打六段 放進去 那也可以把split 做切割 以及做remember 就是有些條文 他可能 號碼變了 他可能就是destine是什麼 然後previous是什麼 然後previous是什麼 之後會變成什麼 那他裡面的 可能一般習慣用連結是 他會變改成reference 然後reference就是 就是code到一個文件 像剛才大家總共有看到 類似像這個herm 這種方式 然後list structure 他其實有好幾種 像是insert 就是list 然後intro intro在前面 然後接下來 就是point point 以及blocklist 就是list introduction 裡面再是item 或者是傳統的ului 這個都是可以的 那更多結構的話呢 他其實一般就是 比如說一個sharker裡面 他可能會有一個num 他會把前面的框起來 然後接下來他會有一個標題 用head 然後裡面的條文就用upical 那裡面可能還會再插更多的 比如nummer 然後再插 他會這樣 好 阿倫會 這樣子 那tblock 也是一樣 就是開頭一個block 裡面的handy 然後接下來 可能裡面再繼續塞 下一個handy 那eol的話 跟eop這個東西 是他特別放進去 那eol的意思就是說 有些文件 他其實後面會有一個行為 就像一開始介紹 那個判決 那eol end of five 裡面可以加上 他的 這一行 是第五行 第六行 第七行 那eop就是 end of page 就是後面可以加上 列碼 是不期約這樣子 那舉例來說 像這個地方 他會有一個 像他這邊這個5 這個5其實就是用eol的方式 去加上去 不過我也忘記 那這邊就是ref 然後他是eid 是什麼 然後他是引述到其他的文件 那這個 那這個 那類似像這個樣子 好 那我速速的過去好了 這個地方有一個eol number 等於10 大概在這個位置 他是用這個方式來表示 他是在第10 那 那 判決的話 其實他會有一些 他自己的東西 那 比如說他會有一個 當事人是Party 還有律師 羅伊爾 還有法官Judge 然後他的想法 跟他的爭解 這樣子 那他有分成 那他不然就當選 Motivation的 比斯學這樣子 那 這邊會有 這邊有他 許多的範圍 那這邊把範圍給大家看一下 那舉例來說 像其實我相信 大家比較關心法案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像這裡有 他有各種不同的法案 那 點進去以後 讓他 讀一下 然後他這邊是他顯示的樣子 然後前面就是他的metadata 這邊是不會顯示的 那再來會有一個preface 他會告訴你他長這個樣子 以及 前眼 body 然後你可以去點下去 那有些東西 你只要殺多點 人家可以告訴你 這東西 他大家會有哪些屬性 可以怎麼樣用 這樣子 那 這邊其實 有很多像是 這個是修正動力 這邊 也是一樣 這邊 好 然後 然後我自己 我放了一個 那個 零法的版本 中間 那 其實 前面首先這個地方 就是在法蒂阿蘇莫分類 那 他是提加別 然後他算是 因為已經 投票完了 應該是Oct 所以是2015年 2月10號 的總統的法部 對零法 所以主要團的Mate 然後他是屬於中文的 所以他在這個地方 是CHI Mate 那接下來 他是行為XMate 所以在Manifestation 這個地方 他就是面對XMate 這樣子 那 接下來就是 Publication 這個地方 就是他的發布 就是中韓國 204年 那 因為這個東西 那個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放 所以我只好先把這個 全部都放上去 那我覺得這個地方 就是 大家可以討論 這到底用什麼 你們就把它放上去 那像接下來 這個ANSIBLE 就是這個 名法的修正理層 那這個地方 我就把東西都放進來 那 這個地方 像Original Content 這個東西 是他原來不存在的東西 可是我不知道 是不是該放 所以我才能夠放進去 而且其實 明法蠻特別的 他其實 在產生的時候 他其實有產生好幾次 就是他 先公布總則篇 然後公布再篇 然後物權篇 這樣子 所以每個都是 Generation 但我不知道這樣到底是不是 OK 那後面就是 Name 就是統統是修正這樣子 那接下來呢 這個東西 就這一份的修正 的結果 他原來是從 就是一讀 然後 委員會審查 二讀到三讀 公布 那雖然他們提供 有First reading Second reading 這種東西 但是 我有點不太確定 因為我們台灣其實並沒有 我們有台灣的委員會審查 有廣泛討論 跟主導討論 為什麼不知道 問我要怎麼辦 所以我只好先用總演這樣子 然後一個就是地高 或者是現放立法 又沒有狀況 那我不確定這樣是 是好 還是不好 那所有的這個地方 他們原來都是建議 放URR去輪到別的文件 可是我這個地方 因為這些東西也並沒有 變成一個 FRPR輸入 所以我好像也只能 先放 資歷法律的地級卷的地級頁 公報地級卷 地級卷的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比較麻煩 那 Onthology 的部分 其實我們並沒有好好定義過 所以我只能 呃 隨意的把它加上去 像是這個 或者是民法 然後DLC person 任何人 或者是立法院 然後檢察官 法院 法治安法官 像這樣子 那 還有一個東西是 他們其實會有Cover Page Preflex 跟Preamble 那這些東西其實都是 就是 法案的前面標題的部分 可是我們台灣的法案 其實蠻簡陋的 要免掉這個部分 所以我 也不知道 到底該怎麼放 所以就只好 放空了這樣子 憲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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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憲法有 那 接下來就是法體 那這個東西就是法案的內容 那 他首先是第一章嘛 所以是Part 1 然後他的壓力是 Part 1 底線1 然後第一邊總則 接下來是Chapter 然後 呃 第一章 法令 然後還有 第一條法 這個地方就直接用它頂頭 那這個其實有跟那個 司法恩還有法恩 然後律師那樣的考慮 然後他們覺得就用台灣的錢 所以他頂頭就好 然後所以 因為他的這個階層 所以他就是 PRT 底線1 兩個底線 CHP 底線1 這兩個底線化成1 然後就透過這個方式 你可以聽到 他是第一邊第一章 的第一條 然後 法原 這個東西是 因為編輯的關係 有時候會有一些 但事實上是不會有的 然後 底下的表格就是用 Pylograph來做這樣子 那基本上就是下面的樣子 然後 這邊其實就會 像這個東西就會有一個RF 比如說 家事法法案 第八邊 這個可以用RF 的方式 控告家事法法案 法案 以及他的 第八條 然後 在什麼日期 比如說 Date 什麼 Date 那這其實就是 Note的一個部分 然後 第十一條 同時 選一條 他文章裡面有一些論 不是內部的自己的連結 就是說 法院對於健康權力升級 未達的第一項 才能整合於 第十五條的第一項 那這地方 我們就可以移到 第十五條的第一項 這個地方 叫Pylograph的第一項 這個地方 來使用 那這個方面 就可以做到 法案之間的連結這樣子 然後我的LIST的部分 就是我是選用 我找一下 我LIST的部分 是在Pylograph裡面 簽一個LIST 然後每LIST 有個Point 用這個方式來做 法案的LIST 那 這邊我也是有點猶豫 就是他嫌不嫌不嫌難怪 我要不要用NUM把它夾起來 然後 盾它放在裡面 那這其實我覺得都是 之後可以的話 大家一起來討論 跟 看到底要怎麼死 就會比較 那 大概就是像 這個樣子 那 那我這邊的階層 大概是這樣 就是 Article上面其實是 欸 其實還有 Article 就是 它的階層大概是 從 Top 再來是Chapter 再來是 Sub Subsection 再來是 Section 然後 我有點不確定 我會用到Subsection 有 有 有 就是有用到 第幾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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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這邊好像是 哪一條 第二節 就是說這是第一章的第二節 Section 2 然後 它的第一款是Subsection 像這樣子 好 所以 這是我目前處理到的地方 那 這邊比較大的問題是 轉化的版本應該以總統府公布版或是三部版為主 因為總統府公布版它常公布的時候它其實只有 它修改那個條文 然後就沒了 它不會是一個全文 那全文的話 我覺得只能從 然後 用法務部的那個 公開的那個地方去檢測到全文 好像比較 正式 那我們它確定 有這個東西該怎麼 那再來就是裡面的屬性 比如說 Legislator 要用英文還是要用中文立法院 這可能也是個問題 那這邊它其實有很多相關的工具 像AP4M這個工具是 聯合國在 在 我不確定是聯合國 還是歐洲議會 歐洲議會 這是歐洲議會 在使用的一個工具 它主要是做修正工具的東西 那 LAN 這個東西是編輯器 這樣子 然後 公開的Postle Lib 這個東西是一個Java的 library 可以來取取 這樣子 那所以如果要引入的話 其實我們 要建議所有 FAP4M的分配方式 和相關的TLC 然後 其實我們很多文件都要 去整理出Analysis的東西 去做分配這樣子 那 這邊是我目前為止 所知道的 狀況 跟它引入的一頓 那 這邊我也覺得 要提醒一下 就是其實這個格式 只是標準格式的其中一種 那 其實有不同的引入方式 那 我覺得我自己現在有點陷入了 因為 稍微搞懂 然後 所以覺得什麼都可以用 但也許 因為一具情境的關係 有可能它其實 有不要的東西可以使用 那大家到時候還是 就是自己要 心裡面要 不要拿著垂直 就以為東西都是理直 這樣子 那大概是這樣 謝謝大家